用回归方法 咱们将这个人脸呢 给它进行一个补权啊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是我们给半张人脸 然后使用算法去补权下半张人脸 看一下我们打开XMind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你比如说咱们效果图 大家看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这是不是就有一些图片啊 最左边这个是真实的脸脸 然后右边这些脸脸是吧 都是使用算法给它补权的 领回归线性回归KN 还有我们可以加上螺丝回归 这个都是使用算法给它补权上去的 有的比较像 有的是不是不太像呀 来那咱们现在的话就 回到咱们代码当中啊 咱们就创建一个 叫做Python3 在这给它改个名 这个叫做 远脸的自动补权 导一下方 咱们import numpy as np 需要把画图工具导进来 macplotlib pyplot as plt 魔法指令 macplotlib来一个引蜡 from sklearn.linear model当中 咱们将现象模型导进来 领回归导进来 lossal回归导进来 然后我们再导一个方 from sklearn 从neighbor词下边 咱们导一下方 我们导入kneighborregressor 之前的时候 咱们没有讲过kneighborregressor 咱们讲的是kneighborclassified 是吧 在这我们一并就把它讲了 它的使用归 它也是一个回归 使用方法和咱们分类是类似的 也是根据距离远近 进行的一个 这个求相近的距离 然后求平均值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把这个导进来之后 咱们接下来导数据 impost sklearn.betaset asbetaset 执行该代码 好 那导包成功了 插入一行 咱们现在呢 就使用咱们的dataset 去获取一下数据啊 叫做fetch olivated faces 获取一下这个数据 那获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它是一个联网请求 好 那么我们就接收一下这个faces 执行该代码 大家也执行一下 可能会发现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 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下载下来啊 很快啊 这个里边就只有400张图片 所以很快 来大家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看有没有正在下载的 正在下载的 它有没有上面 有没有提示说花多长时间 有一个进度条吗 也没有是吧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插入一行 来 现在的话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里边的这个数据啊 faces执行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data呀 是吧 数据 第二个叫什么 images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图片呀 然后再往下看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target呀 目标值是不是啊 目标值这一共是400个啊 看到了吧 00000011111 是吧 这是400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猫 这个describe 就是对他的一个描述 他说oliveti faces data set 是吧 这个里边一共是 咱们的尺寸呢 是92乘以112 是吧 然后经过这个 呃 呃 这个变化之后 它就变成64乘以64 好 那咱们现在就把这个数据 给它取出来啊 咱们可以取data 也可以取images 这俩数据是一样的 你看 data咱们发现 这是几围的呀 看看 有几个中央号 看一下data有几个中央号呀 从里往外数 几个 两个 是不是啊 inities呢 三个 是不是啊 所以inities 是三围的 data是两围的 也就是说 咱们的data 可以直接用于进行计算 进行这个 数据的这个训练 是吧 而inities是三围的 那就得需要我们 把形状给它改变一下 你看里边的值是不是一样啊 0.3099 0.3677 是不是 值是完全一样的 那咱们现在就获取图片啊 中央号 获取图片的话 我们方便显示一下它 咱们就将这个数据 接收一下叫data 就等于它 看一下咱们data的shape 直行 咱发现 这个图片呢 是 400张图片 它的高度是64 宽度也是64 64就代表它的降速 随机从这个当中 选出来一张图片吧 inities就等于 np.random randint 400 然后给它一个size 让它等于1 中央20取出来 咱们就根据这个所有 从beta当中取数据 index 显示一下这张图片 那就是tlt.imageshow 这张图片显然是黑白的 咱们就给它一个cmath 指定一个颜色 颜色就是tltcm价格的grade 执行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我们是不是随机就抽取了一张图片 再来执行 又一张 再来执行 再来执行 看到了吧 400张图片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人脸 好 那么我们在给人脸的时候 是吧 咱们现在的话就 把这个人脸数据 是吧 咱们给它一分为二啊 咱们将人脸数据一分为二 咱们就分成上半张人脸和下半张人脸 上半张人脸作为咱们的数据 下半张人脸作为我们算法预测的值 那咱们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记住啊 beta里边是整个人脸 咱们现在使用切片的方式 给它一切为二 那咱们就插入一行 我们已经看了这个数据了 大家下载这个下载成功了吗 还正在下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会下到哪 这个东西是吧 会下到咱们C盘下边 用户下边 个人电脑下边 在个人电脑下边会多一个什么呢 SignKit Learn Data 你看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SignKit Learn Data 你看日期是不是对今天的 看是不是 没有日期吗 有日期是吧 日期是哪一天呢 刚刚创建的是吧 所以说这个会把它下载到这 下载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多大 1.33兆 也就是说你会下载1.33兆的这个数据 联网请求 待会如果要是下载不下载 是吧 我将这个压缩文件发给你 你就不用下了 但是第一次呢 让大家下一下 知道咱们这个东西是下载到哪的 下载什么 把什么路径给你 对吧 他就是打印有一个log日志输出是不是 那你默认情况下就会是这个路径 好 大家有没有下载成功的呀 有吗 普通权是不是成功了 好 是吧 你看我说这个 肯定是可以下载成功的啊 好 那咱们现在就 继续往下看啊 咱们就将这个data给它一分为二 我们上下分 那这个时候就是data中国号 冒号 所有的数据都保留 这是样本量 接下来咱们在高度的方向 冒号来一个32 好 高度的方向来一个32 接收一下这个数据 叫大X Y呢 就等于它的下半章人脸 那就是data中国号冒号 从32冒号 一直到最后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下半章人脸 一个是X 一个是Y 咱们就让它进行训练就可以了 来 那咱们现在就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插入一行 S和Y是吧 注视一下 这个呢 是上半章人脸 这个是不是下半章人脸 就这个时候你看 我们的目标值 和咱们原来相比就复杂一些了 原来咱们的目标值都是0到9 比较简单是吧 大于这个薪资大于50k还是小于50k比较简单 房价是多少多少是吧 这都是一个数 那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目标值啊 它就复杂的多了 你看外点shape 实现一下 看到了吧 它是这么复杂的一个数据 依然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要建立关系嘛 无论你多复杂 这个都是可以的 来咱们现在就插入一行 我们将X和Y呢 咱们给它一分为二啊 from sklearn.model selection 从这个当中import twin test split插入一行 使用咱们的twin test split 将X和Y 咱们给它一分为二 来一个test杂 咱们最后让它保留十个 就是说这个test size 可以给一个float类型的值 如果我给0.2 就意味着20%的数据保留 如果我给一个inter类型的值10 也就意味着保留十个数 接受一下 X下滑线寸 X下滑线test Y下滑线寸 Y下滑线test 执行gdammer 是不是呢 是不是它是保留了十个呀 查看一下咱们S寸 .shave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390个呀 看到了吧 390个啊 但是现在咱们发现 你看咱们的这个数据是几维的呀 三维的 三维的 那你想这个能行吗 不行 所以我们 必须得把它进行一个形状改变 是吧 好 那形状改变是这样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给它改变了 就是说在获得X的时候 点我们来一个reshape 来一个400 来一个400 逗号 负1 这个地方呢 也是 来一个reshape 400 逗号 负1 只讲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 划分一下 现在你看 我再来查看它的 数据 X寸是不是就是390和2048了 这个时候 形状就匹配了 测试数据肯定是十个 还是不是下方线test的点shape 你看 是不是102048呀 看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那咱们的外 外下方线寸点shape 肯定也是390和2048 那你想上半张脸和下半张脸 有没有关系呢 上半张脸和下半张脸 肯定是有关系 是不是啊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 肯定存在一个函数 你像行径队里边的素描师 经过十几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训练 当摄像头拍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会根据他的一些 这个有可能拍的不太轻 是吧 有可能呢 只拍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一半的人脸 那素描师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 是不是得需要把他的这个人脸 给他勾勒出来 画出来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 好 发布这个和在网上 发布一下 是吧 说这个犯罪嫌疑人 有一个悬赏 是吧 好 那咱们现在呢 就使用算法 学习一些人脸的特征 然后让算法呢 预测一下 现在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图形给他画出来啊 那咱们就把这张人脸给他取出来啊 那就是X下方线寸 中国号是不是把引带子放进去啊 然后还得需要进行一个reshape 把它reshape成是吧 依然是32和64 接收一下 这个就是上半章人脸 这个就是上半章人脸 咱们起个名字叫做faceup 下半章人脸啊 咱们起个名字叫face到 就等于 外 下华线寸 中国号 index 因为它是一对应的 所以说咱们就可以 32 有14 来 那咱们就绘制 先绘上半章人脸 atface axface点这个image show一下 将咱们的faceup放进去 然后接下来再给他添加一个指示图 subplot 那就是一行两列第二个 ax就等于它 然后向这个当中进行绘制 image show 给它一个face到 执行该代码 咱们将颜色给它调整 颜色没有调整 cmf我们让它等于grey prtcm下边的grey 下边这个也一样 cmf就等于 prt点cm下边的grey 实行 你看看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上面这人脸 下面这人脸 是不是同一个人 有点像是吧 你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吗 你看 来再来执行一下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不是 再来执行 你也不太确定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是吧 来咱们现在这 一行三例 我们给它整个人脸 那想要给整个人脸 是吧 咱们是不是将faceup和facedown 拼接一下就行了 axis.prt 如果要不是一张人脸 那你想拼起来 我们看到它的全部 肯定就不太像 是吧 axis.image show np.g帘的方法 靠完tachinate 小括号 中括号 将faceup放进去 facedown放进去 然后咱们给它一个 这个默认的轴啊 给它一个axis 让它在高度的方向进行集点 所以来一个零 然后颜色修改一下 这个轴是吧 咱把它挪到里边啊 然后来一个逗号 颜色 cmath 就等于 葛瑞 就是我们上边 可以写 prtcm 比较葛瑞 如果我们熟练了 是吧 直接写葛瑞也行啊 实行 看这 是不是同一个人 合到一块了 我们发现 是吧 是同一个人 再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看了吧 再来执行啊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没错啊 就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呢 如果要是没有 它的整张人脸 我们去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怀疑 这是同一个人吗 确实是同一个人啊 因为我们在进行 分割的时候 是吧 咱们都是按照这个 相同的顺序 进行分割的 这个肯定不会有错 是吧 所以说 现在已经确定了 数据是没问题的 你看这个啊 现在让你去看 你就可能 犯嘀咕了 是吧 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看拼到一块 看到了吧 他确实是同一个人 现在 现在的话 咱们就 使用这个数据吧 使用咱们的算法 那咱们就申请一套算法 咱们现在一共有四个算法 这四个算法是吧 叫S-T-Meter 起个名字啊 叫S-T-Meter 让它等于一个字典 咱们在字典当中是吧 来一个这个中光号 第一个给它一个KN 咱们就让它等于K-Neighbor-Regressor 邻居数量是吧 我们还是给五个 让它找最近的五个点 平均一下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S-T-Meter 中光号 LR线性回归 就等于Linear Regression 好 使用它默认的参数就行了 S-T-Meter 中光号 领回归 Rage 咱们呢 就等于Rage 小括号 给它一个Alpha 默认这个Alpha 咱们先给一 这都是可以调的 S-T-Meter 中光号 螺丝回归 就等于Loss 它的这个Alpha呢 咱们也给一 执行代码 好 大家看 现在S-T-Meter 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咱们就 这个循环 咱们的这个S-T-Meter Fall循环 Fall 从当中获取K 白饼天 你的同志是什么 叫醒 来来来 站起来 瞌睡了 是吧 还有那位同学瞌睡了 瞌睡的同学 这个站起来 这个白天的时候 瞌睡了 咱们坚持坚持 不要睡 到晚上的时候 是吧 好好睡 要不然白天睡了 晚上就睡不了了 反正你一天睡眠的时间是 是有限的 你叫啥 是 流心 流心是吧 挪到这 好 咱们来一个FallK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的Model In S-T-Meter 点 我们是不是得得到 它的E-Term 点一下它的E-Term 咱们就可以获得这个数据了 我们print一下K 可以print一下Model 执行一下 呃不对 是吧 我看一下 我想一想 它的 来一个Tab键啊 是 这是 一摸 再加一个小框号 是吧 这个时候大家看就可以了啊 好 那咱们现在的话就 在这个当中开始进行训练吧 那就是Model 0.fit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将咱们的数据 X寸放进去 目标值Y寸放进去 这是训练 训练结束之后 咱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应该预测了 预测 预测我们保留了十个数据 那就是model.predict 小括号 预测的数据是X下红线t 就是我们根据上半章里 根据上半章脸 来预测它的下半章脸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一预测 你想它就会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咱们起名叫Y杆 我们是暴循环 咱们预测的结果 我们给它放到一个字典当中 其个名叫predict的杆 就等于 来一个发括号 那咱们就存一下吧 咱们就根据这个算法的名称来进行存 那就是predict的杆 来一个中括号 我们将k放进去 保存一下 等于Y杆 执行该代码 执行该代码 OK 现在的话就执行结束了 是吧 数据就存起来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进行可视化 可视化 看看 上海预测出来的这些人脸到底对不对啊 想要可视化是吧 我们一共有十个 那 一共有十个样本 因为x test当中 我们是保存了十个 那咱们现在就来一个 就来一个十行 是吧 就来一个十行几列呢 这个叫做十行 第一列是真实数据 第二列是半张人脸 然后三四五六 是我们那四个算法所预测出来的这个人脸 所以说我们来一个十行六例 那咱们就先把尺寸调整一下吧 PLT点Figure 给它一个Figure Size小括号 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十二九多少多少是吧 这个Figure Size呢 它到当中是宽度和高度 宽度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呀 是不是由列来决定的呀 列越多宽度越宽是吧 所以说咱们一共有几列啊 六列 我们打算让每一列是多宽的 二吧 那就是六乘一二 高度是由行来决定的 一共有十行 我们打算让每一行是多宽的 那十乘以 你看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二啊 待会儿这个尺寸如果要不够 咱们是不是可以调呀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放循环吧 放 I in range 那在这个当中 你看这个放 in range咱们应该给 给多少呀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样本呀 看咱们一共有多少个 看咱们的样本量 预测的 看一下咱们的x下方线test 它是不是有十个呀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吧 算 in range咱们给一个十 那有同学说这不够呀 对吧 你这个不是十行六列 一共有六十个吗 是吧 那咱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是吧 这个十代表十个样本 我们再去写代码的时候 咱们可以一下子的生成六列 对吧 所以说放 in range咱们让它等于十 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当中 绘制它的第一列 绘制第一列 你想十是不是代表十行 这第一列的话 我是不是将所有的都绘制了 所以说 等会我想想 算 in range 等于十 那咱们现在的话 十的话是十行是吧 那咱们就绘制第一列啊 绘制第一列 你看绘制第一列的时候 咱们就添加子式图吧 就是PLT点subplot 肯定是十行六列 逗号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给一个 i加上1啊 对吧 i加上1 因为i是零啊 然后再加上谁呢 然后咱们再给他加上一个数 让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 让1加上i乘以6 让1加上i乘以6 这样的话你想 第一个i是不是零 零乘以6就是零 那是不是就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你看 i是不是变成1了 1乘以6加1是不是就是7啊 那如果说我们要画一个图形 看一下它规律的话 是吧 那它就是这样的 咱不是十行六列吗 是不是啊 你看 假如说是十行六列啊 十行六列呢 它的索引就是并排着来完成的第一列 第二列 这个宽度可能 没关系 大家凑合着看啊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是不是就是六列了呀 六列的话 这个地方 你说它的索引是不是1呀 然后一次类推到这儿 是不是就变成6了呀 第二行的第一个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7呀 到这的话是不是就是12 对不对 这个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13呀 所以你看 1713它有一个规律 是不是1加上i乘以6呀 对不对 因为你看 因为这个i是0到9 所以说你看 1加上0乘以6等于1 1加上1乘以6等于7 1加上2乘以6 是不是等于13呀 所以说我们PLT的subplot 161加上i乘以6 这个是不是就是第一列 第二列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规律呀 那就是2 是吧 2加上i乘以6 这个是不是就是8 这个是不是就是14 第三列 第四列是不是都满足这样的一个规律呀 所以我们总结规律之后 咱们代码就好写了 给它一个axis啊 然后咱们就像axis当中绘图吧 咱们绘图的数据是吧 我们获取它的上半张脸 获取它的下半张脸 来一个face up就等于 从axis下滑线past里边 中关号来一个i 进行reserve 32和64 这是上半张脸 那再来一个face 到 dodwn 就等于x下滑线test 中 这个就是不是s了 是y下滑线test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 咱们也得需要进行reserve 是32和64 好 那咱们现在就把上半张脸和下半张脸一组合就可以了 来一个image show np.contactinate 小括号 中括号 faceup放进去 facedown放进去 给它一个轴 让axis等于0 给它一个颜色 cm就等于个瑞 好 这是第一列 接下来咱们就绘制第二列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trl-v 第二列 咱们的第二列是吧 咱们就绘制上半张人链 上半张人链因为这个已经有了 所以这两个代码就不需要了 那这第二列是不是就是2加上i乘以6 是不是 第二列就是2加上i乘以6 咱们在绘制的时候是吧 我们只需要将faceup给它放上去就行了 现在我们先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看一下咱们的效果 哎 大家看啊 第一列第二列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了吧 这是第一列的对这个人的全脸 这是他的上半张脸 然后剩下的3456 是不是我们就要看咱们的算法 得到的结果 所拼成的这个人脸 和原始的这个人脸像不像 是不是 好 那么大家看 咱们在画这个图形的时候 这每一个图形都有刻度 怎么将这个刻度给它去掉呀 off as.axis 给它来一个off 下边这个也一样 asaxis 咱们呢就来一个off of os 再来执行啊 大家看刻度是不是就没了呀 那咱们还得需要添加一个标题 就是说第一列的标题就是真实的人脸 咱们现在就添加一下啊 那就是axis是不是得settitle呀 这个叫to 第二列呢 我们也添加一个标题 叫做settitle 小括号 这个呢就叫做face off up 执行该代码 大家现在发现 这每一张图片是不是都加了呀 咱们在加的时候是不是就只有第一张加就行了 判断一下 if i等于0 i等于0 是不是就是第一行呀 到i等于0的时候 咱们先添加标题 第二列也是 if i等于0啊 咱们这应该给他个等等 i等等0 这说明他是第一列 那咱们给他添加了一个标题 你看我执行一下 是不是只有这第一个添加了标题 剩下的是不是都不添加了呀 哎那你看这个就成功了 来接下来咱们看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那你想我总不能 第三列写一个 第四列写一个 第五列写一个 这样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吧 这样是可以 但是咱们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化循环啊 因为你想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 它的第三列 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第三列是不是 三加上i 乘以6呀 对不对呀 第四列呢 是不是四加上i 乘以6呀 然后一直以6类推 是不是呀 那你看啊 咱们预测的人里 咱们预测的人里 我们的数据在哪 是不是在predict 杠里边呀 这个predict的杠 是不是一个字典呀 对不对 看我们往上走 你看predict的杠 是不是一个字典 咱们怎么抓才能把这个里边的数据给它取出来呀 一个是调用etermals 另外是不是还有 还有方法呀 for i 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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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括号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那个值给它放进去 有没有用过这样的 这种方式 print一下 你说i它是从这开始 是不是从零 零一二三 是不是 诶 你看啊 零加上三等于多少 三 一加上三等于四 二加上三 等于五 三加上三 是不是等于六 有了前面零一二三 这个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构造四五六 就可以构造三四五六列了 那咱们就在这个代码当中是吧 巧妙的使用email net 叫for g 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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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括号 咱们将算法预测出来的人脸放进去 然后来一个冒号 接下来咱们就prt.sub plot 小括号 十行 六列 第几个呢 三 加上 g 再加上i 乘以六 这样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for循环 是不是就正好 因为这个g是不是零一二三呀 所以你看三加零等于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是不是 所以巧妙的使用这个这么一个for循环 咱们就将第三列一直到第六列 全给它弄出来了 给它一个axis就等于它 有了这个值之后 有了那个做图的对象之后呢 咱们把预测值取出来 叫y杠就等于 perradict杠 中括号 k放进去 然后呢 咱们y杠 中括号 把i放进去 这个呢 就是预测的 叫做face杠 down杠 这个是预测的下半张脸 咱们呢 就使用 真实的上半张脸 和预测的下半张脸 给它拼接一下 现在咱们就拼 显示吧 那就是axis np4点 1密尺瘦 小括号 np点 集联 在我们上面 得到的这个人脸的时候 是吧 预测的下半张人脸 也得需要进行reserve 32 32和64 然后再进行集联 中括号 咱们将faceup放进去 再将facedown 这有一个杠 就代表着预测 这儿呢 给它一个轴 咱们让一个轴等于零 颜色给它一个cmap 我们让它等于plt点cm 下边的grade axis点 设置它的轴 我们让它等于off 然后再来一个判断 if i 等等零 网 给它添加标题 axis点 set title title 这个title就是咱们的k 执行该代码 现在就能够看到 咱们这六列 是不是就有了 看到了吧 这六列就有了 kn 线性回归 领回归 螺丝回归 你看一下 这哪一个是比较 是不是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的呀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算法预测出来的啊 你看我如果让你画是吧 你画出来肯定还不如这个渐进回归呢 让你就是直接把上面这儿的脸 看来了这个里层这个号循环啊 你想一想是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这六列就出来了 是吧 假设说 我就只给你什么呢 把这个给你去掉 把这个给你去掉 我说你画吧 来把它的下面的人脸画出来 你看大多人是吧 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是吧 画不出来 有的时候我让你看着一个人脸 让你画你也画不出来了 是不是啊 好那这个呢就是咱们使用回归 把这个人脸啊给它做出来了 现在我们给的是上半张人脸 下半张人脸 那如果我要给左半张人脸和右半张人脸呢 它就画的就更准确一些了 因为左半边人脸和右半边人脸 它是不是对称的呀 它就更准确一些啊 好那么左半张人脸和右半张人脸 这个是不是更好弄呀 切片的时候 大家切一下就可以做出来了 好这是我们人脸的一个自动补权 那领回归你看做出来这个是吧 这个有的呢就已经 这个比较像了啊 你看到没有一个大胡子是吧 也是他学的啊 到咱们算法学了一些人的这个大胡子之后 看着你们连读航过来一本